第五題 下列核種裝置或設計不是應用槓桿原理或槓桿的變形 A 上米天平 這個明顯就是所謂的槓桿 那麼 B 定滑輪 滑輪是一個所謂的槓桿的連續應用 所以它也是槓桿的變形 C 方向盤 方向盤是輪軸 輪軸也是槓桿的連續應用 所以它也是槓桿的變形 珠 迴旋的山路 上老師上課舉過這個例子 那麼迴旋的山路是斜面 所以第五題問我們說 下列核種裝置或設計不是應用槓桿原理或槓桿的變形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 迴旋的山路